28号晚 雷军开了一场汽车发布会 几乎半个车圈的CEO都来捧场 虽说小米汽车是车圈晚辈 但汽车有商们也真真是给足了牌面 出席小米汽车发布会的造车新势力 有蔚来董事长李斌 小鹏董事长何小鹏 理想汽车董事长李响 传统车企有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 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等高管 另外 包括比亚迪 长安起源 蓝图汽车 深蓝汽车等多家车企 也齐齐上阵在微博上与小米汽车互动 称中国新能源车要一起向前 而有商也给小米汽车添了一把火 各车企董事长们的表情包 纷纷在社交媒体刷屏 关于小米汽车的种种遍地开花 包括全网各种小米汽车测评 随处可见的硬广 朋友圈对雷军以及小米汽车的一美之词 雷军这波赢妈了 最重要的是 小米卖车竟然像卖手机一样的轻松 根据小米汽车官微公布的数据 小米SU74分钟大定破万 7分钟大定破2万 上市27分钟大定5万台 24小时大定88898台 要知道5万大定 问界新M7用了25天 问界M9用了62天 极客007预售了40天 小米解27分钟对比有多强烈 小米汽车APP显示 5000辆小米SU7创始版已经全部售庆 创始版的定金为每辆2万元 且不可退 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当晚仅创始版的定金 就已收到1亿元 在宣布造车三年后 雷军站在特斯拉和保时捷肩膀上一夜风神 但坐稳价格屠服宝座 对小米汽车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吗 2024年有两个最神秘的数字 一个是贾铃的体重 一个是小米汽车的价格 在热辣滚烫播出前 贾铃瘦了的词条天天刷屏 引得无数人去电影院一探究竟 小米汽车的价格更是如此 从汽车发布到现在 关于价格的预测和争议 早已蔓延出了米粉群 在某媒体平台上 有一个关于小米SU7定价的投票 有近十万人参与 连各界大位也积极参与 各种喊话雷军给出定价建议 小米迟迟不肯定价 只是单纯的在猜价营销吗 用雷军的话来说 这个数字背负了太多的压力 今年年初 比亚迪等车企开启新一轮价格战 让无数人兴奋的同时 把小米汽车价在火上烤 甚至有网友表示 小米汽车还没上桌 但桌子快被同行掀了 就连友商的发布会 评论区都充斥着网友的调侃 几乎每次发新车 小米都要被喊话 在多方的压力和全民好奇心之下 小米发布会有4162万人在线围观 成了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 中国汽车发布会 比华为的号召力还大 小米汽车这场迟来的交卷 对车圈的杀伤力有多大 受邀参加发布会的几位同行的表情 最有说服力 当21.59万的价格出现时 镜头给到车圈大佬 只有做增程的理想还能笑得出来 不怪几位大佬表情管理差 而是小米SU7给到的震撼太大 在谜底揭晓之前 雷军在各种场合的发言 都营造出小米SU7很贵的氛围 9万9 14万9不可能 大家尊重下科技 小米SU7的采购成本比较高 定价上有压力 就连发布会前期 雷军算完特斯拉的定价和成本 也表示配置拉满 不会太便宜 超高的预期 意外的低价 小米稳定发挥 车圈一夜沸腾 首先米粉们疯狂了 仅仅几个小时 热情的米粉就把小米汽车爱 干到了App Store排行榜第一 超过了常年霸榜的抖音 除了小米汽车 发布会上的所有周边都一样热销 车膜 帽子 衣服 都有黄牛高价售卖 在小米的持续爆发下 有伤们也坐不住了 未来创始人更是直接和雷军说 太懵了 搞得乐道不好定价了 没被小米发布会邀请的吉利 连夜晒银河一巴海豹 八比七大 车大 平大 体系大 优惠更大的标语 是要和小米SU七拼个高下 宾月更是甩出了流行梗 不是小米买不起 而是宾月更有性价比 有特斯拉销售也紧跟热点 在朋友圈反击都对标特斯拉 为什么不直接买标杆 让整个车圈沸腾 可见小米汽车这场发布会的成功之处 但雷军的赌上荣誉的造车之战是否成功 还要看市场的反馈 除了性价比 小米还能靠什么抱 那问题来了 明明小米SU7的价格没有达到米粉最期待的19万9 为什么还是火到风神 这背后藏着雷军的几个小心机 第一个小心机 直击Model 33大软肋 小米发布会上 雷军的穿搭成了亮点 当年小米手机对标苹果手机 雷军的穿衣风格对标乔布斯 如今 小米汽车对标特斯拉 雷军的穿衣风格对标马斯克 仅从穿衣这个细节来看 这次小米是冲着特斯拉来的 首先是定价 发布会上雷军直接几张跑分表甩出来 把特斯拉的成本分析了个遍 在差不多的配置上 小米对标的方式简单粗暴 比特斯拉低3万 其次是体验 特斯拉汽车毛皮房的吐槽由来已经 小米SU7的对应打法是豪华精装修 为此 小米汽车更是变身痛点高手 把体验感挖掘到极致 特斯拉天幕爆晒 小米汽车则关注到 前挡风玻璃最容易晒黑 全系标配了玻璃防晒 涂层和隐私膜 专门保留了实体操控按键 设计了手机支架的插槽 就连收纳雨伞的卡槽都做了两个 就连车在冰箱配了防滑格 避免可乐瓶晃动 发出噪音 最后是制架 讲到智能化的时候 雷军除了讲解小米SU7的优势 还着重强调 虽然特斯拉制架算力大幅度领先 但小米的制架系统会更适配中国司机体制 适配国内道路系统 今年的8月还会开通目前最卷也重要的城市 NOA功能 因此体验更佳 小米汽车专攻竞品软肋和特斯拉PK体验 把平替特斯拉这个点做得深入人心 第二个小心机 用最大杀手锏 越级PK保时捷 不得不承认 小米汽车的实用细节很戳人 但汽车毕竟不是手机 再多人性化的细节也只能锦上添花 安全才是一辆汽车最豪华的配置 那小米汽车在这方面靠谱吗 从小米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来看 小米SU7无论软件硬件堆料都够狠 底盘上甭管是高配还是低配 都用上了前权铝双插臂加下插臂双球接接偶 都目前最牛的形式和材料 续航上从起步的668千米续航做到了 700千米起步 还能做到全国不调装 还跑了300个城市 路测540万公里 刷新了全球车企的新车测试记录 但除此之外 真正让小米爆发的还是它的最大杀手锏 人机生态 小米汽车最吸引人的一点 莫过于它让小米人车家概念走进现实生活 车机互联后 在车上可以控制家里所有的米家用品 比如能调动家里的摄像头 小米手机也能对车辆进行各种控制 比如空调温度调节 座椅调节 通过小米SU7i可以支持远程车控功能 包括远程锁车 车辆定位 空调设置等 在苹果已经放弃造车的情况下 小米是目前唯一一家完全自主生产电动汽车的手机厂商 这个唯一性也是小米汽车卖爆的一大助力 打完第一场硬仗 雷军造车路才刚开始 卖24万也是亏 卖21万也是亏 干脆多亏点 交个朋友 发布会上 雷军在公布价格时豪气万丈 引得不少米粉尖叫 有媒体统计 可以看出为了打赢造车的第一场仗 雷军确实拼了 但做爆款只是开始 汽车爆卖后面临的第一道坎 就是交付和产能问题 这个坑很多车企都踩过 小鹏继六上市之初 受困于激光雷达的供应 产能也迟迟跟不上 急得小鹏本人也去下工厂拧螺丝 去年问界M7大卖的时候 于成东也是亲自下车间督促产能 小鹏 问界都是有成熟生产线的企业 尚且如此 对在生产制造端完全是新手的小米 初期的产能提升就更是个难关了 雷军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说过 如果大家都来买 这一等要等一两年肯定会被骂惨 为此 小米在造车前确实做了充足的准备 2021年的时候 小米就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签订了合作协议 宣告小米SU7落户北京京开区 按照当时的计划 小米工厂的年产能30万辆的整车工厂 分一期 27个15万辆产能 且小米SU7三分之二的供应商来自BBA的供应链 工厂就在奔驰的边上 在芯片供应上雷军表示 供应链是小米的专厂 小米是全球第六大芯片采购商 别人缺货都不会缺到小米的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 雷军给小米SU7工厂2024年订的产能为10万辆 按照如今的卖车速度 仅27分钟卖出的车就要交付到年底了 其次 竞争对手群狼环四 下一个挑战就是订单能否持续 据新浪科技报道 北京小米SU7旗舰店的工作人员透露 小米SU7至少对标有四款热门车型 分别是极客001、007、华为质界以及特斯拉Model 3 华为质界和特斯拉这两个同样具备极大品牌影响力的玩家暂且不提 极客旗下的两款车型的定价和配置都足够有吸引力 极客007起售22.9万元 带800V高压平台和置价 极客001起售25.9万元 带双电机四驱 在竞争激烈的价格敏感的20至30万价位区间 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影响购车的原因 发布会的第二天上午 雷军在微博发文 昨晚的发布会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高考 我本以为之后可以好好休息一觉 然而 早晨很早就醒了 确实 小米汽车上市雷军只是刚走到起点 未来雷军需要面对的还有很多 接下来 小米汽车将要面临的考验是 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以及第二批渠道招商等问题 另外 众所周知 在汽车大打价格战的今天 雷军应战的底气在哪里 早在2021年3月 雷军官宣造车时 就计划首期投入100亿元 未来10年投入100亿美金 小米集团最新财报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集团现金储备为1363亿元 创历史新高 2023年度 小米智能汽车等创新业务费用增长至67亿元 雷军曾表示 小米有足够的现金储备 应对未来五年任何激烈的竞争 如此来看 造车确实烧钱 但小米账上有钱不怕烧 有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三年 新能源汽车价格还将下降 而降价背后的逻辑是整个产业的升级 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 未来三年时间内 国内汽车行业车企数量不会精简到欧美 日韩等发达汽车市场不足实加的数量程度 那么价格战便会持续下去 接下来 雷军注定要打一场应战 另外 小米汽车的另一大优势 莫过于雷军的流量热度 以及小米品牌的庞大用户基数 有网友调侃雷军本人能顶一个公关团队 专家认为 11年手机市场的耕耘为小米带来了广泛受众 新车的定位也契合小米年轻与科技的用户群体 市场热度极高 广泛的用户基础为小米带来更广的潜在用户覆盖 上市后 极大提振门店客流量 并最终转化为大定订单 导致本次大定打超预期 此前舆论与市场过度关心价格 反而忽视了小米汽车极高的热度 带来的品牌力 最终形成超预期演绎的局面 目前来说 小米汽车的未来如何还是未知 就看米粉们给不给力买不买雷军的账了